各位好久不見啦 我神隱了一陣子 原因是啥我就不多說了 這集趕緊來談談七大罪的劇情演到哪了 首先七大罪總算是集結了 團長也在各賽的幫助下 幫助吸血鬼格爾坦在精神世界喚醒賽多里斯 和親近的賽多里斯也將在這個精神世界對付魔神王 接著團長回到縣市後 戴安娜也終於不再猶豫了 以巨人女王之名參戰 使用創造的魔力造出了滿滿的大平台 隔絕魔法之弧 不讓魔神王能繼續回復魔力 同一時間 正午到來 傲慢之罪艾斯卡諾 進入了天上天下唯我獨爭模式 然而魔神王面對此模式絲毫不驚訝 畢竟早透過霍克之眼 在煉獄見識過此形態 雖然自己的兩位兒子都被此形態擊敗過 但沒有因此膽怯 反而還躍躍欲試想要挑戰看看 進入此形態的艾斯卡諾也很有自信 貫徹傲慢之名 打算資深與魔神王一戰 兩人接近之後馬上出手 又一拳 又一拳 雙方一起出左拳 不愧是魔神王 首次有對手承受此形態的 艾斯卡諾兩招以上 雖然艾斯卡諾還沒使出 有名字的招式出來 但想必每一拳都是認真的了 礙於魔神王支配者的魔力 只能用物理攻擊對付魔神王 就這樣雙方繼續纏鬥下去 魔神王真的很耐打 眼看一分鐘的實現終於到來了 魔神王直擊艾斯卡諾的腹部 打算就此結束這回合 沒想到的是 這回合結束不是魔神王說的算 對付艾斯卡諾時 千萬不能有戰鬥結束了的想法 想不到一分鐘結束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並沒有消失 而是突破極限變得更強了 究竟誰勝誰負還很難說呢 最後一次拼上幸運的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果然不負眾望 下回為傲慢的外傳 肯定將尖曉艾斯卡諾獲得太陽的由來 169話中短短的回憶可以知道 艾斯卡諾的太陽不是先天 而是後天得來的 而這名叫羅薩的女性也很令人在意 只能推測的是對艾斯卡諾很照顧的人 然而雖然艾斯卡諾現在突破極限 但我不認為魔神王會就此被打倒 畢竟那還是賽多里斯的身體 不會就此動下殺手的 頂多重傷罷了 類似的劇情就好比阿凱打斑 雖然有打敗對手的實力 卻缺少了主角光環啊 假如之後被打重傷的魔神王想要逆轉 一個方法就是獻上六顆心臟 化身為陰杜拉 目前魔神族變身為陰杜拉 只在聖戰回憶篇中展示過 沒道理都快結局了 還不秀一下這個設定 畢竟265話中 有展示過看似兩兄弟的陰杜拉的影子 我真的很想看一看究竟阿 如果之後亞瑟復活來參戰 也能前後呼應了 總之這一戰結束後 艾斯卡諾想必難逃死結 除非某人能用某招讓艾斯卡諾活下去 這集就到這邊結束啦 配音風格還不習慣還請見諒啦 傲慢之罪 艾斯卡諾 褲子永不破的Otoko Awww Ot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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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